大家晚安 持续来看到就在520前线 路透在昨天的时候独家报道 美国和台湾海军今年4月 悄悄的是在西太平洋举行了联合演习 不过呢 官方并没有对外公布 那么要特别注意到呢 可以看到报道里面 路透的独家新闻标题 它使用Quitely 也就是悄悄的意思 那么四名消息人士就表示了 该演习是在西太平洋举行 而且是为期多日 只在要练习基本的操作 例如是通讯 加油等补给 并且是涉及多处的军事资产 那么双方大约是有6艘的海军军舰 包括了护卫舰 补给舰 支援舰 消息人士就指出 尽管这一次呢只是基本的演习 但是对于确保两军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双方是可以共同行动是至关重要 但是呢 由于中国反对 所以美台军事接触啊 包括一些访问跟训练 始终都是保持低调 而且呢 往往并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因此呢 另一名的消息人士就指出了 在官方的说法里面 这个演习其实并没有公开 它是非正式的存在 并不存在 只能被形容是一场海外的 海上的这个意外的相遇 那么消息人士形容呢 这个情况就像是呢 很像我在这家餐厅吃饭 而你刚好也在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一起同桌吧 这个是一起一个默契 也是一种巧合的结果 那么究竟官方呢 我方是如何的来回应这一次的事件呢 我国的海军就回应路透表示 这是为了要应对海上突发的状况 按照美国倡议的海上意外相遇原则来行事 那么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少将 他昨天在例行介绍会中 他也表示 因为海上的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的多 所以呢 要避免交易 互相干扰的时候呢 双方是可以更好的协调 所以就依照了这个原则来执行 例行性的演练 那么换而言之 其实就是国防部和海军皆证实了 台美海军4月的时候 确实是有执行海上不预期的相遇行动准则 这个演练 那么根据之前人士透露 其实这个演练呢 已经执行了很多年 马政府时代也有 年年也都有 那么海军内部是成为通过 也就是passing训练 而美国方面五角大厦则是拒绝回应这个支评 而北京方面 大陆外交部则是昨天的时候呢 发言人汪文斌 他就表示了 报道所未提到是意外的一个相遇 中方是反对 蹲促美国是要停止美台的军事勾连 这个错误行径 同时呢也正告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 以武剧统 这个是一条死路 注定呢是会失败 而大陆国台办则是在今天的时候 举行了例行计刃会 中市的计刃就提问了 有关于路透报道的这个事件 以及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投书媒体 声称呢必须要将台海问题 视为国际问题 对此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兵华 他回应 民进党改变不了台独 这个是绝路的结局 一下来听 他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我们坚决反对 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应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吴钊燮是台独顽固分子 他的谋独嘴脸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正告民进党单局 再怎么费尽心机 拉拢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 都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改变不了 台独是绝路的结局 那么写着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 近期就不断针对 大陆可能在2027年攻台来示警 经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阿奎里诺他三月 针对了大陆武力犯台 发表言论之后 美国资深国家安全的专家 就警告了 大陆最快恐怕会在四年之后 就会武力犯台拿下台湾 那么这名官专家 阿尔佩洛维奇 他精准的预测 他曾经是预测过 欧乌战争发生的这个可能性 他分析普丁入侵乌克莱的原因 其实和习近平 想要在有生之年 征服台湾的原因 这两者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两位领袖都来到了 70岁出头 开始审视未来在历史上 留下的影响力 因此认为在2028年至2032年 是大陆最有可能 采取行动的一个时机 那么在美国方面 随着美国大选 总统大选逼近 路透就指出了 抗中无疑也成为了 拜登和川普之间 他们两个人较量 谁比较强硬的 这个立场的一个议题 而两个人也就 移民危机相互指控 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二在 亚裔美国人团体的参会上 他直接就称呼了 美国总统川普 他是loser 也重炮攻击了川普 他仇视移民的言论 我详维至于 那个其他人 这两个人 是 那个人 我认为 这个锦对 这部人 拜登是在美国国会亚太研究所的晚宴上 对在场的观众做出了上述发言 那么根据最新民调 川普他虽然现在官司产生 但是呢在六个关键的摇摆州里面 川普他的支持度 其实都是大幅的领先拜登 而为了要提升自己的支持度 拜登他在台湾时间15号今天凌晨的时候 是在白宫的玫瑰园召开了记者会 当时他就宣布是向中国一系列的进口产品 加征总值5835亿台币的关税 尤其呢是针对大陆的电动车 还有半导体产业加征了2到4倍 那么对此大陆商务部也立刻是在昨天晚间 做出了回应 抨击美国的行为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表达强烈不满 美国财长叶伦商务代表戴琪 分别坐在白宫玫瑰园台下 拜登政府15号宣布对中国 提高一系列进口产品关税 拜登在玫瑰园的谈话就是有关 白宫稍早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 尤其对大陆电动车从原本的25%增加4倍到100% 另外半导体方面则是从25%增加到50% 除此之外还有克征电池钢铁以及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 总价值是高达5835亿台币 他表示不允许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 以低价倾销侵占美国市场 更抨击中方行为是在作弊 针对此事大陆商务部也立即回应美方行为是滥用301关税复查程序 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的301关税 违背了拜登总统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承诺 中方更批评美国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 奉劝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取消对大陆加征关税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重振太平洋盟友伙伴关系 拜登采取抗中牌的同时也坚守维护台海和平 而才刚回暖的美中关系 拜登这一出手外界担忧恐怕再掀起另一波美中贸易战 第九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